上厕所的时候 请你专心致志 不要干别的事 不要想 很严肃的跟你们说 到了厕所以后 你的心里应该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辣 不要看着什么手机啊 报纸啊 这些都会干扰你 我认为 这个应该成为我们的好习惯 进了厕所 专心致志 速战速节 最好在五分钟之内解决 实在不行 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 很多人如厕以后 直接把厕所 当成了一个休闲办公的地方 刷刷微博和微信 看看抖音打王者 有些人干脆把书架都搬到 这是谁的布架 书箱搬着木溪箱 坐在那就不起来了 要的就是那个味儿 其实呢 排便需要调动你的神经肌肉 它是一种条件反射 需要你专心致志 注意力分散了 你容易变得不敏感 恶性循环 越做时间越久 第二点 痔疮怎么来的 就是钢垫下疑嘛 你老坐在那 钢垫更下疑了 容易犯痔疮 那酸爽 懂的都懂 所以提醒大家 上厕所一定要专心致志